如果一个变态杀人狂能够潜入到你的梦里把你干掉 但你还敢不敢睡觉 今儿就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的猛鬼街 东梅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有一个变态杀手正在追杀自己 东梅的一声尖叫 当时就把他那位睡在隔壁的妈咪给吓尿 他低头一看呢 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梦中的那个杀手也划烂了 噩梦成真 东梅当然很不开心 在梦中追杀东梅的这个杀手啊 名叫弗莱迪 活着的时候就住在渔暑街 发生在很多年前 因此像东梅这么大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也从来没有听大人们说过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东梅把自己的噩梦告诉了同学冲花 请注意这个跟冲花动手动脚的男生 虽然他现在看上去没什么钱 但长大后 他将拥有一艘名叫黑珍珠号的大团 由于妈咪和他男朋友去了拉斯沃加斯 东梅一个人在家里害怕 于是便把冲花和杰克交到家里陪自己 住在渔暑街的这些孩子们呢 几乎每个人都做过被弗莱迪追杀的噩梦 三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杰克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 初门一看呢 原来是东梅的男朋友狗盛 这是一个浪漫的夜晚 眼瞅着东梅和狗盛进了卧室 杰克有点蠢子一动 冲花说大哥你千万要冷静啊 我们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听着隔壁的东梅和狗盛狼哭鬼叫的 把杰克折磨得甭提多烦恼 到了后半夜 弗莱迪再次进入到了东梅的梦中 这东梅也不想做一代比 玩的命都反胖 两人这么一折腾 把旁边的狗盛就叫过警了 狗盛一看当时就下蒙拳了 眼睁睁的看着东梅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虽然没找到凶器 但还是第一时间把最佳仙人狗盛给控制 作为目击证人的春花也被带到了警察局 警长分头书虽然是春花的老爸 但并没有从自己闺女的嘴里 问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而对于春花说的所谓噩梦 更是没有放在心上 这一晚上春花是一分钟都没敢睡 第二天一早 他在前往学校的途中 撞见了逃出来的狗盛 狗盛正跟春花解释的时候 春花的老爸分头出拿着枪出现 说孙雷 你要是敢轻举妄动 我就要了你的命 狗盛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但警察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很快就把狗盛给抓住 作为一名资深的灵媒师 金发姐早就发现春花没注意听讲 困成狗的春花在课堂上很快就睡着了 并且马上就开始做噩梦 春花来到一锅炉房 弗莱迪窜了出来 春花一看对方一脸的不怀好意 当时又瞎屁 虚晃一招仨子就了我 春花意识到了自己在做梦 于是他不惜用烫伤胳膊的办法唤醒了自己 老师金发姐说 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潜伏到了你的梦中啊 别害怕 这方面我最闷情了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春花来到拘留所找狗盛打听情况 狗盛说当时屋里肯定还有别人 只不过我看不见他 不过东梅身上那刺到致命的划痕 我看的是一清二楚 跟我梦见的那孙子用的作案工具是一模一样 听了狗生的讲述春花意识了 他们梦见的都是同一个人 晚上春花洗澡的时候不由自主睡着了 弗莱迪一看就打算把春花给淹死 不过春花的求生欲可比东梅要强 加上又是女一号 因此很快就脱离了危险 经过这么一折腾 虽然困得要死 但春花再也不敢睡觉 就在这个时候 住在他家马路对面的杰克突然摸到了他的房间 杰克是无神论者 对他来说什么妖魔大海怪全是封建笔系 在他认为东梅就是狗生杀子 春花说我再不睡觉 内分泌就要紊乱了 我这张脸就彻底没法看 你在我旁边看着点 一旦发现我手跑脚动 就赶快把我叫醒 春花睡着之后就开始作愤了 他来到拘留所 看到弗莱迪走进了关押狗生的牢房 这姐们正蒙圈的时候 弗莱迪突然跳出来 春花急忙跑回家 但弗莱迪随后就杀到 两人在卧室里打的是一地鸡毛 而旁边的杰克睡得跟死猪一样 眼瞅着春花要撑不住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闹钟即使下 春花说你这个混蛋差点害我领的喝汗 随后春花和杰克来到了警察局 提醒警察狗生很有可能要出事 可这帮警察根本就没听进去 在春花的强烈要求下 分头书再答应过去看看 此时的弗莱迪已经潜入到了狗生的梦中 等春花等人赶到 狗生已经被弗莱迪吊死在了牢房里 参加完狗生的葬礼 分头书向女儿打听凶手的情况 春花表达得很清楚 把弗莱迪的外貌特征从头到脚说了一遍 听了春花的描述 分头书和前期冷淡史的表情都非常的复杂 都认为春花的精神上出了问题 冷淡史带着春花到医院进行测试 春花刚睡着的时候 各项数据都挺正常 可当他一进入深度睡眠 弗莱迪出现了 医生和冷淡史一看情况无妙 急忙冲进去把春花给叫醒 这个时候冷淡史发现 春花的胳膊上被力气给划伤了 不仅如此 春花在梦中跟弗莱迪搏斗的时候 还把对方的礼帽给拽掉 冷淡史一看当时就吓尿 娘俩回到家就大吵了一下 春花说梦中的这个杀手叫弗莱迪 这帽子里写的就有他的名 冷淡史说别惨 弗莱迪很多年前就领了盒饭 你的精神肯定是受刺激的 按时吃药多睡觉 这样才不会交贩票 母女俩话不投机 春花离开家去找杰克光大街了 傍晚春花回到家之后 冷淡史把他叫到地下室 说出了弗莱迪的故事 原来这个弗莱迪啊 是个专门杀小孩的变态杀手 在这附近至少杀害了20个小孩 后来弗莱迪被抓了 但很快就因为证据不足又被释放了 于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 联合起来把弗莱迪堵在了锅路房 泼上汽油一把火把弗莱迪给烧死 冷淡史说着 还把当年缴获的战利品让春花看了看 以证明在那场围剿的行动中 自己是立了大功能 晚上春花给杰克打了一电话 两人约好午夜见面 到时候春花瞅机会把弗莱迪从梦中拽出 然后杰克再上去拳打脚踢把弗莱迪做梦逼 到了后门眼 春花突然接到了弗莱迪的电话 暗示他杰克的大线一道就要交换票了 春花意识到不妙就打算到杰克家看看 可没想到他妈咪冷淡时把门给锁 睡着的杰克很快就被弗莱迪气了咔嚓给杀了 分头书和同事来到杰克家 一看案发现场的情况都吓了一跳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烈的场面 就在分头书一筹莫展的时候 接到了女儿春花的电话 春花说我帮你把弗莱迪拽出来 你二十分钟以后到我房间 睡觉之前春花设下了机关买服 以防弗莱迪到时候逃脱 梦中的春花来到了锅楼房 两人见面之后马上就掐了起来 正如春花预料的灯下 弗莱迪果然跟着春花来到了现实中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春花往弗莱迪身上泼了汽油之后 把这位烧烤达人也给点着 当分头书赶到的时候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被考到外交里顿的弗莱迪 就这么眼睁睁的消失了 可当分头书前脚刚走 弗莱迪又出现了 影片的最后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春花原本以为这一切就是一场梦 狗胜都没还有杰克全都活着呢 可为了拍续集 导演让弗莱迪强行把冷淡水给掳走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情 晚上经常做噩梦 可能情绪又波动 不是思想不纯洁 就是身体有疾病